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雄现场 我是赖昌邦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大高雄的公共话题 维护治安可以说是警察的首要任务 而在社区也有里长成立了守望相助队 也就是巡守队来协助警方来共同维护治安 另外也运用了监视器来将这个萧小无所遁形 不过不管是巡守队还是监视剂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困难有些问题需要来做解决的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请到各界来宾一起来做分享跟讨论 首先是我们高雄市警察局 三名第一分局的副分局长 陈志诚 陈副作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三名第一分局副分局长陈志诚 欢迎副作 那么第二位呢 是我们高雄市警察局犯罪预防科的科长 周承生 周科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警察局犯罪预防科科长周承生 欢迎科长 那么第三位呢 是我们高雄市议员陈善慧 善慧议员好 主持人好 观众来宾大家好 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丹生辉 好 欢迎议员 那么第四位呢 是我们小三名区港东里的里长张士贤 张里长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三名区港东里里长张士贤 欢迎里长 那么第五位呢 是我们高雄市议员陈志忠 志忠议员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陈志忠 好 欢迎五位来宾来参与讨论 那么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就是我们的港东里的张里长 发现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一栋大楼 可以说是这个治安的死角 我们来看这一段VCR 破旧的大楼空间 加上阴暗的走道 很难想象这便是位在高雄火车站旁 精华地段的住宅大楼 因为年久失修缺乏管理 出租的价格低廉 进出的人员也较为复杂 而这样的环境 也成为令人头痛的治安死角 当地里长张士贤表示 火车站周边 其实有许多像这样缺乏管理的大楼 都是里内的治安死角 希望未来相关单位 能够加强巡查 为当地治安把关 车站你也知道说人蛇混杂 我们希望说警方派所的管区警员 能普查 如果能加强巡逻去普查的话 我想很多犯罪人口 他心里就会畏惧而离开这个地方 这里过去就曾发生社会事件 里长表示里内虽然有守望相助队的巡逻 但仍希望警方可以加强巡逻及查访 精明合作共同维护当地治安 好的 回到现场 我们就先请里长来先帮我们先说明一下 这种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楼 看起来应该是有人在做一个居住 但是是不是变成说 有一些阴暗的一些死角 变成说里长会觉得比较担心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犯罪的情况发生 请里长来帮我们先说明一下 这个治安死角主要是因为 我们那个旧的老式的旧的大楼 出租都是出租到房 而且很便宜 所以说它的没有任何管理 那以前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去 现在有做一个持扣 电梯的持扣 所以说还比以前好很多了 不然每一个人上去的话 他做任何事情是不晓得的 因为它的一个便宜 所以说造成都是贫穷以下 或者是犯罪人口来这边居住的比较多 它也方便进出 而且是火车站 所以说也造成本里的治安的一个大楼 有问题大楼出来 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 警方能加长巡逻 甚至到每一家 因为都是出租人口 人在即不在 所以说可能就是要每一户去普查 把它的资料写下来 如果说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想犯罪人口他就会慢慢离开 所以你讲说本来是没有做一个管制的 就是之后有一个持扣的部分 所以他持扣的部分也有管理员做一个管理吗 那边完全是没有管理员的 没有管理员的 而且在路边就随时可以进去的 那这个持扣的作用呢 持扣的作用它就是给租屋者做一个持扣 那变成就是所有权人他给他的 甚至有可能说拿这个持扣 来另外再做一些复制 所以有可能说别人也会拿到这样的一个持扣 就变成说这栋大楼是 虽然已经有这样子一个持扣方式 不过在管理上还是让大家会觉得有些担心的 是吗 理想 好 这样一个状况 在其他的杠文市其他区域 会不会也有这种状况 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死角 不光是在大楼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两位议员来做一个分享 那首先请商会议员来帮我们先说明一下 在左营跟男子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治安视角呢 好的 其实像这个前面 我们南州区的地方也是有很多这个地方 比如我们共同市政府建的 我们池塞大楼 它是一个老旧的公益 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要50年的老旧公益 它的楼梯就在楼梯旁起来 中都没有楼梯 那房子都很困难 但是那时候 里面没有住人 有一些油温的也都会在那里 这就是都会做成一些治安的死角 但是那时候我们 所有的警官要顺利去到那里 他要去楼梯也不太方便 有的地方更不离开 不过发生事情他就不离开 如果发生事情他就离开 但是在待会发生事情的时候 已经是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治安的思考 这是我们警察局一定要准备要共事的 因为人家和周园都有新旧部落的问题 较多的问题就是都是旧部落的地方 因为新的部落 大楼的管理有管理园 但是旧的部落 它是发生人 不然就是老师公益 八楼梯的就没有管理园 所以说但是 这些治安会比较不容易发现到 会比较容易造成治安的死角 这是我当时可以了解一下 是差不多这个问题 应该是每一区都有 只是说围的地方比较多 围的地方比较少 这样而已 是 经过里长跟这个议员这样的探讨 其实就看每个人的居住一个环境 真的有的人是居住在这样的环境 就是可能就很容易就楼梯就走上去 像刚刚看到的画面 一长排的这个走廊的部分 那其实你开门出去会碰到谁 都不太知道 所以就会有一个恐惧感 那所以也不光是说在这个 大家可能一般一项中的公园 或者说暗像死角等等 大楼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治安死角 好 那在前阵小赶部分呢 有没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状况 志农亦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刚刚影片所看到这样的 比较老旧的老式的大楼 我相信在阁庸区 各个行政区都有类似这种状况 包括我们小港跟前阵也是同样 因为还是有很多旧部落地区 像这个慧茶桃家的圣卡古博楼 那这种老式的大楼 它不只是说它没有设管理员 所以在管理上面当然没有那么周全 跟新的大楼来币 包括像它的照明设备 我们看得出来 它在这一个长廊上面 这个是白天都很阴暗 何况是晚上或夜间 而且它应该也没有监视器 这些比较新式的一些建制 所以这个容易形成治安的死角 那其实也不只是老的大楼 像如果是公园 在晚上的时候 有的角落也是比较暗 它可能没有比较足够的照明 那这个也是会有治安的一些漏洞在 或者是说校园 有的比较辽阔 但是在晚上 这个不一定有足够的防护 在之前台南市所发生 这个长榮大学的这个女学生的命案 这个提醒我们整个 这个县市政府各界去注意到说 这种对于治安死角的防护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每个区域 都要加强格外来重视才对 是 好 那类似这样这样子一个 里长提到的 还有两位议员提到 这样子一个治安死角 特别是在针对大楼里面 可能在这个人力部分 它没有所谓的管理员这个部分 那是比较增加一些人力来做一些寻手 除了说社区的寻手队之外 警方这边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处理 我们就请副分局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类似的老旧大楼 在旧部落的社区里面 应该都会碰到相同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在此 警方要呼吁 也希望这些大楼 能够尽可能来成立管委会 聘权保全人员 针对大楼出入的人员 能够在管制跟过滤 注意可疑的分子 随时来反应警方 并且提供他的一个犯罪的一个线索 另外警方的作为 除了每个月固定的交互访查之外 我想我们都有实施不定期的一个轻柔专案 所谓轻柔专案 就是针对这些大楼里面 所有的住户一一做清查 并且针对外来的人口 以及有治安顾虑等等这些住户 做一个通盘的清查 以遏止各项的一个刑案发生 那我想要消除这些治安死角 必须有赖他整个住户 以及当地的里长 来跟警方互相配合 大家一同来协力 把这些治安死角 来尽可能把他庆祝掉 是对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犯罪的案件 都会躲藏在这些 比较管制比较少的一些大楼里面 比如说毒枭啦 或者说你要抢了什么东西 就跑到这个大楼里面 变得很难去做一个追查 那不要说我们三民一分局这边 有没有大概一个统计说 你们的辖区有多少是这样子的大楼 那怎么样来做一个巡查的 我想在因为三民一分局 辖区的那个特性来讲 毕竟已经是属于一个 比较饱和老旧式的一个下窟 因为我们本来是三民分局 那另外又因为人口的增加 又另外成立三民第二分局 第二分局 所以我们这就属于原本比较 老旧的一个社区部落形态的一个 小区的一个特性 那四个派所里面 类似的大楼都有 除了在高一附近有一些 陆陆续续新推出的建案 正在盖的一些大楼比较新的之外 其他的派出所的辖区里面 都有类似的一个 这种形态的一个住户 大楼型的 那另外有发生多少件的一个刑案 这个每个月的统计 像那个毒贩的啦 吸毒的在里面 或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有一些抢案 抢了以后 因为他那个住居所不定 甚至在里面 临时出入的 在那边过夜的等等 这些数据老实来讲 并不属于 那个属于发生率比较高的地方 但是还是偶尔会有一些案件的发生 是 真的 赶快注意一下自己的居家的环境 真的像副分局长讲的 就是如果成立一个管理委会 在门禁上面可以做以比较好的管制 甚至像这个有门禁锁啦等等 像坐了电梯的时候 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后面有没有人跟着你跟进来 开门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 外面有没有歹徒 准备要趁你开门的时候冲进去 那个这个都是一个 聚安四伪的一个想法跟概念啦 那当然在警力上面 如果有一些没有办法触及的话呢 其实社区的巡守队 也就是非常重要了 那我们知道说 港东里里长这边又成立 这样子一个巡守队 那你们是怎么样来做运作的 在这些比较自然的死角的部分 来加强做一些巡逻的 来请张立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本里有巡守队三十个人 但是我们有志工三十个 所以说我们把巡守队分成三个组 有治安组 家暴组 跟减灾组 因为我发觉到说 现在的犯罪形式 或者是包括了家暴 消防 都变成是巡守队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因为我们巡守队在巡逻的时候 就会教导他们如何协助警方破案的一个关键 像以前就有一阵子我们都在协巡那个失窃机车 失窃机车我们怎么巡的 简单来讲我们就是叫他们说出去的时候就把那个龙头摸一摸 如果说龙头没有锁 那如果要失控又有问题 我们就把车牌寄回来 那整个回来之后 我们上网警政署的那个学型失窃机汽车的一个网站 上去把车牌全部打上去 就会秀出来 如果说是失窃机车 我们就会请警方过来把他给牵回去 那家暴的部分 因为我们出去 现在的家庭暴力很多 包括额孽种种 所以说我们出去的时候 请这位寻守队在外面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异声异常的声音或之类的 都要去查看一下 以免造成遗憾的事情出来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们也是会通知警方或直接电话113 或者家暴的问题去处理 那我们减灾的部分就是消防 我们碰到很多就是 因为独居老人很多 我们那个出租人口很多 所以说 常常那个烧开水或者煮东西就忘记了 就人走出去了 常常听到那个啵 那个煮沸的声音 所以说我们常常在找 有时候报警一起去大楼协巡三更半夜 到底是哪一家没有关 所以说我们在半年前也发生了一个烧开水 造成瓦斯爆炸的一个火警 差不多半年前 半年前在我们的社区大楼 在十楼 好在它那个烧开水是在阳台烧的 如果今天在里面烧的话 我想就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因为那个连瓦斯桶都爆炸 爆炸很大 所以那消防车大家都来 所以说我们目前巡守队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也协助警方破了很多的刑案 是 成效是相当不错 不过在这个配备上面 或者说在经费上面 因为我们之前有听到说 我们这个巡守队的这个物餐费的部分 好像有些部族的部分 里长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状况 会让这个巡守队的这个士气 会有一些受到影响的 其实巡守对这个物餐会的问题 其实如果要讲到钱 大家都 其实大家都是以自愿的方式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志工 所以说志工只要是大家志愿性的 我在想说钱的问题是适中就可以了 因为大家没有说特别的说要怎么样 因为是大家是共同维护 这个社区治安嘛 也是社区的相合很重要 在配备的部分呢 配备的部分觉得是不是足够 这些配备的部分 或者是哨子等等的 这个部分应该都目前都还足够 都还足够 因为我们有更换嘛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有申请那个 就是六星计划 那金费也就会买这些装备 所以说目前是本理是足够的 是 从这个里长的这个很用心的一个程度 不管是这个打击犯罪 从这个摩托车 看看有没有变成是这个小小的一个犯罪的工具 另外在消防的部分也有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提醒 然后不想说两位议员在这个地方上面看到这样子一个 里长的用心 特别是巡守队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他们一些用心的部分 我们来请志众议员来先跟我们做分享好不好 我刚刚从里长的说明 就可以感受到说 这个各个里长还有巡守队 真的是地方的守护神 其实巡守队 我特别去找出 他这个有一个公版的组织章程 巡守队是很不赢 刚刚里长有提到说 他的任务大家可能不晓得 像防治刑案的发生 防火宣导救灾 这个都是 不止还有防处家庭暴力 这也巡守队爱者 救助疾难 这也是维护环境卫生 还有协助防治噪音 安宁 甚至禁老持幼等等 这都是巡守队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但是因为这个守望相助队 大家都是做祭冈 都是志愿的服务 所以他基本上是无几职的义务性的 那所以目前的经费 当然像刚刚提到误餐费 那陈其麦市长也有指示 对于本来的70元 现在的提款比80元 就是跟其他的 这个县市是同样一个标准 那这个如果不足 用市府的二倍金来支印 我想这个 陈商会议员 之中我们在议会都会继续来监督 这个一定要照顾巡守队 但是我倒认为说 因为巡守队也是义务委 所以当然他没有招惠用 但是倒是有几个方面 可以去帮忙他们 除了刚刚提到说设备 当然必须要让他可以 使用的设备才维护治安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他去巡逻 他的这个风险性 所以其实 他自己也有可能是 歹途攻击的一个对象 你比如说他去巡逻 你有没有一个团体的意外险 我想这个是可以考虑 帮他们纳保 那这个市府应该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做 去确保他们的安全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说 这个巡守队 他要有一个固定 可以报道讨论的地方 所以这也为什么 我们之前有在讨论说 各个里的里办 这个像台北市 这个里长的办公处 是有租金补贴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 这个里长 他都有一个 头体处 一楼的地方 他不停搭大楼 那这个怎么办 巡守队在哪里聚会 巡守队要集合 他的装备够密 他的配备也要放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 市府可以去检讨说 在一些如果比较 这个人口密集的所在 较有空间的 给里办 这些着语租金的补助 其实也是给巡守队补助 所以我觉得这倒是 几个可以思考的面向 那因为这个警察 警方很重要的是 跟巡守队是合作无间 因为他们是住在那里 在地嘛 住在那里的小窟 那里的保隆 所以没有人 比巡守队的队员 更了解 一街一巷 一草一木 所以最了解 哪里有死角 哪里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 公民的合作 公部门 市部门合作 这样才能够确保 我们高雄市的 治安的一个安全 是 好 那接下来 请善会议员 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巡守队 所谓的功效的部分 有真的是 作为一个打击犯罪 或者说提醒 要这个萧小 不要太嚣张这样子 或者说在这个 巡守队的一些福利部分 有没有来协助做一些争取的 因为巡守队 在电影帮助是非常大 因为巡守队 每一天 晚上他们的固定是 这个巡楼 巡楼的当中 他们的合逐一些 有什么犯罪的人 对 他们看到巡守队有这些损 会配合 恐慌 所以说 他就会来 控制犯罪 因为我们现在是 会经历 真的是非常不重 所以说 既然的理督也很辛苦 尤其我们 譬如我们 周南所有的理督 差不多 几乎都有巡守队了 如果没有巡守队 社区很专门 他们也会自己做一个巡守队 每晚都出来 顺受他们社区的治安 所以说顺受队 来配合 京风 共同来 维护这个治安 这是真的是不错的 顺受队 无论是他的教育困难也好 还是他的装備 涉備也好 只要是我们 那个警察局变出来 我们议会 特地都一定会 暂时 会通过 包括我们 这种议会 我们当时 我本人当时 当时在 这个 秦萨欧阳委员会 所以我就是 针对 我们京风 这个治安的部分 我也是很重视的 我一直在 这些组织院的 禁止期 一定要够减 够准够 来为 我们地方的 一些 治安的 死角 保障我们一些 治安 更不容易发生 一些治安 是这样的 所以说 顺受队 在这个 地方上 在这个社区也好 还是 针到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尤其 控制犯罪的部分 和普通 健康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对 除了是有这个配备之外 巡守队的技术的部分 甚至也可能要追一下歹徒 或跟歹徒做一些格斗 等等 这个部分可能也要做一些训练 或者说 如何避免自己被成为 这个歹徒攻击的一个目标 那不少说我们这个预防犯罪科的科长 针对这个巡守的部分 怎么来协助里长 来这个巡守队能够更健全的 科长 谢谢主持人 那存入 刚刚四位来宾所讲的 我们事实上 社区守望乡助队 事实上 对我们警察机关的治安维护 是有帮助非常大 那我们高雄 相信 淳朴 又来热爱相续 关心我们的社区 那永远来参加我们社区守望乡助队 目前我们登记协请总共有474个队 那我们巡守人员总共有14803人 这个在全国是第二多 仅次于派基北市 每个礼都有 对 那就像我们现场的那个高总理张里长 他从91年担任里长 就开始组成守望乡助队 非常注重社区的事 到目前20年来不间断的对我们做一个协助 真的非常感谢 那我们在此也先向我们本市所有的 守望乡助队的人员 致上最高的敬意跟谢意 那刚刚有两位议员跟里长有提到装备 福利这个部分 我想跟各位报告就是 就是诚如像志农议员讲的 市长真的非常重视这一块 那我们有提供的部分 就是装备的部分 我们有提供手电筒 LED的强力手电筒 然后反光背心 还有那个交通指挥棒 那这个部分是 因为它是使用年限三年 我们107年有编了313万元 采购之后配发给各分局 给各分局 然后转发给各守望乡助队 那到今年都还堪用 那明年我们还会继续来编列预算来采购 这个部分 刚刚成如刚刚两位议员讲的 那市长也非常支持 那第二个就是保险的部分 刚刚议员也讲到保险 那我跟各位报告就是 我们有给每一位守望乡助队的选手人员 有投保团体意外险 这个部分都有 那另外就是协情误参费的部分 刚刚两位议员也讲到 市长非常支持 本来是每一个时段70块 那去年因为调整变80块之后 预算不足 市长也大力来支持 那我们111今年也是一样 会来调度来支应 那明年我们会继续来编列 至于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讲到效果的部分 我简单讲一个数字 109年我们各守望乡助队 协助我们来查 或各类的案件有23件 那重点是通报家暴 跟额虐有385 59件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功能 就是像刚刚两位议员讲的 是协助我们寻守 社区的治安死角 跟发现可疑的人数 因为毕竟我们警力有限 尤其在我们在执行情务当中 还要处理各项的事故 就没有办法说 随时很普遍性的 经常去寻守我们 辖区里面各个角落 那这个部分就有赖 我们社区守望乡助队的 这些寻守领域来协助 也就是说寻守队的寻守部分 的状况也会回报给其他 可能哪些部分在 真的警力的时候 也要再加强做一个许诺 因为我看警方也会 有一些巡逻像 是是是 那我们刚刚主持人 有提到就是训练的部分 我们每半年会实施一个训练 那其实重点我们还是提醒 我们呼吁我们跟守望乡助队人员 发现可疑用通报就好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通报我们来处理 以自己的安全为主 谢谢大家 比较重大的赶快交给警方来做处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继续我们来讨论 有关于社区治安的部分 特别针对监视器 我们来先接触一下镜像广告 有败有保败 阿嬷你说啥 你看这是我们热林群组 传来的台风路径图 这几年全部都想过台湾 一定是将行好台湾 阿嬷 这是人家把1964年的土 拿来欧白说的啦 敢问呢 你少年人不是都说 有图有真相 这不一定哦 现在够消息太多了 阿嬷你后面 看看消息 爱上了解资讯来源 查核作者 检查发布日期 秉除偏见 详细阅读内文 判断可信度 是否为玩笑话 向专家请教 买到最高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麦高片网站 在这里是赖讯息查证官方账号查询 这些消息爱修心破端 翘翘我白红片 最赞 高雄一直在变 城市的发展 与文创不断蒙芽 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 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 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 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 青年港督有限电视 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 青年港督有限电视 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 市政建设 议会监督 人文关怀 最关心高雄的新闻 港督新闻 人们还在睡 我们就开始在做事 就每一天最新的机会 好好处理 不让人家 你如果越早来 这一季就越新 趁机头 还没出来进前 就有特别人的机会 处理之后 这就是我们的隔岛 青年港督有限电视 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 手工正片冲洗 虽然是一门极家没落的行业 但是我依然坚持到最后 用心冲洗每一只底片 让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色彩 青年港督有限电视 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 走在进步的城市里 我们迈开脚步 努力守护属于自己的根 在绝望中看见希望 在挫折里找到前进的方向 深入每一寸土地 看见与你我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 每周五晚间九点 尽情锁定打狗周记 好的继续回到高雄现场 我们讨论的是社区治安的维护 除了这个警力 以及民间的这个社区的选手队 来做一个人力上的一个维护之外 其实应用科技 也就是所谓的监视器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打击犯罪 预防犯罪的一个利器 那特别是在监视器的部分 目前我们是请到的港东里的里长 那你在这个社区里面 怎么运用这个监视器 目前在社区里面 有多少支监视器 然后这些维护的一些状况 情形是如何 我们请张里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的 本里的监控系统 从91年开始就建制了 当时是由我们里内 自己策措金会来建制 等于是自套腰包了 对对就是策措金会嘛 由里长来除免 以前还没有很普遍的时候 那到了民国97年之后 由市政府统一建制到 每一个里有一组16支的监控系统 那主机全部都移到各派手去 有统一管理 那也解决了里长很大的一个包袱 因为监控系统出来之后 我们维修要靠自己 当时都没有任何金会维修 而且监控系统 其实是目前科技 就是预防犯罪最大的利器 当时我们监控系统也协助 警方破获非常多的案子 我们曾经也在这个监控系统 一个月破获三大刑案 这个报章杂志 报章都有报导出来三大刑案 所以说包括抢劫的 或者是巡获那个失窃 汽车等等一个月内 所以说我们当时我们 本巡守队真的是 大家非常的用心 也得到那个 当时的有一个 十大治安英雄的一个轮廓 荣誉当时全国就有十个人 有四个是警方 六个是市民 我们是其中一个 到台北去颁奖 很大 我们当时也不晓得说 有那么大 在台北县的新庄高中 当时的行政院长 也就是现在的行政院长 苏贞昌 那当时的警政署署长 是侯友宜 那来颁奖 所以说我们也得到很大的荣誉 所以说监控系统来讲的话 结合所望相助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97年建制之后 到目前已经 10有13年了 110年 13年的 我在想说应该以后的建制 应该用无限的 因为当时我发觉到 维修最大的问题就是 水沟的这个线都被老鼠咬了 所以说常常在维修这种问题 所以说以后我在想科技越来越进步 我在想说用无限的科技化 整个管理 我想会对治安更好 而且对社区也更棒 是 所以理事长也点出这些监视剂的一个过程 就是对这个社区的治安 发挥蛮大的一些效用 不过这其实希望这个监视剂 能够更进步 用一些无限的方式 免得说整个讯号的部分 还要再做一个传输 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故状力等等的 好 那现在就请科长来帮我们先说明一下 我们高雄市的各社区的一个监视剂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有一些在数量上不足的部分 需要再做一些采扣 在这个数量上跟其他限制做一个比较 我们高雄市的目前的位置又是在哪里 谢谢主任 谢谢我们刚刚张理长很精辟的分析 那我们从目前我们高雄市 仅用的录影监视系统 总共有22611支 那以数量来讲 这个是全国地占多 仅次于台中市跟新北市 但是当然包括我们议员 包括我们民众一直都认为不足 但是因为这个部分需要很多的经费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理长有提到 就是说在是不是改无限的部分 因为事实上这个部分 对我们监视器在维护的状况来讲 其实揽线真的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要全部改无限 用电的部分没有办法克服 所以以目前的科技来讲 传输的部分可以无限 但是用电的部分可能还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如果其实最好的方式是 朝租赁的方向来努力 但是因为经费会比较多 这个部分是我们以后努力的方向 等于说还要每个月每个月付一些租金 虽然不是一次把它买下来 但是变成租金的部分 也可能如果以长久之计来讲的话 到底是用租的好还是用买的好 其实这个部分在其他县制也有这样子一个讨论 不要说两位议员的一些看法怎么样 我们请自动议员先帮我们 针略这个监视器的一些问题点的部分来提点一下 对但这个刚刚提到守望乡猪队是人的部分 人的博文这么重要 但是这个物的部分 科技仪器的辅助 我想监视器这个是绝对必须的 那以高雄市来讲的话 刚刚这个科长提到22,611支 是全国第三名 但是目前如果根据我们调得到的资料 妥善率大概是84.5 我不晓如果不正确的话 请科长来这个辅证一下 就是说那表示还有一成多是说他目前没有达到妥善的状况 所以我想这一个监视器当然几个部分可以去思考 第一个就是说是要自己买 还是说要用租认对外来租认 但是租认来讲会有一个经费上的一个大的难题 因为根据这个估计如果全部都要用租的话 一年高雄市光这个监视器的租金就要7亿5千万左右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负担 对我们的预算来讲 那如果说没用租的 在买的时候那会牵涉到是后续的维修问题 我想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是保固期内厂商帮我们修理 但是如果保固期以外的怎么办 现在变成好像说我们各个分局还要有维修小组 我们的远景 平常它的勤务已经够繁重 然后再付这个监视器拿过中 埃克基维修我想这个是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我想这个我也会建议市府可以参考台北市的做法 他们是把保固期以外的监视器的维修 就是外包给专业的厂商来做 我想这样可以提高它的妥善率 也可以减轻我们远景他们繁重的一种负担 我想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那以目前来讲 其实监视器我们没有在心涉了 就会检讨说一些如果效益不脏的可能太换掉 但是每一年太久换新 大概3000万元左右 那再加上一些导入车牌辨识的功能 可能要4000万 但是还要付电费 还要租光纤网路 还有这些微运的成本 加工也差不多要积赢 所以我想这个经费的问题 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难题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市府还是说跟中央再多争取 那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可以把监视器的整个系统建置得很完善 我想对我们治安的维护 觉得是有正面的注意 是 这个治安的部分除了说这个 抓这个小小之外 其实这个车辆部分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器 所谓的科技执法 运用这个监视器去做一个车牌的一些辨识 也可以逮到这些骑乘机车的一些犯罪的人 那接下来请善会议员来帮我们提点一下 特别是针对监视器所谓的 刚刚提到的这个妥善率 有一些监视器甚至是 我有在录 但是没有被存起来 甚至可能是坏掉没电等等的 甚至有可能是装的角度不对 变成逆光的时候 变成解析度不好 没有办法看到画面 会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监视器的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 善会议员来分享一下 好 谢谢主持人 这是那个我 要调查的资料 这就是我们的 新世纪无情的妥善率 还有今年 有我们市政府有政家变 差不多1600几万的监视器 要来维修 要来征薪的 因为在这个議会接线的时候 我也很关心这些 就是刚才我们这点的议员说的 有一些经线 他要顺略计划 还要维修监视器的双路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 人家说校长减光争就是像这种 我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形 我还要向局长建议 因为有的环区使用租论 就是刚才我们議員过来说 在保护区以外 我们就是外包 保护区内 保护区内 我们就是保护区内 他们就可以维修 包括这个以前的部分 其实 我们共同市政府 只要以前变出来 我相信議会 都会通过 因为监视器是一个辅助 警察也好 尋收队也好 对 而来放在这个 这个 抵安 发生 是一个很重要的利器 所以说 在这个 保护区内 我也有得跟我们局长一起共调 以前的保护区内 你要变出来 你想我们高通 高通处队的 法团一年再开十几亿 你怎么可以拿几亿来这 这样 用这个监视器 这有什么困难呢 这也是我和議員 在这个議会当中 我一直在共调 你说你是怎么 发款发十几亿 监视器都法无线来争 这怎么对市民朋友交代不贵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議会当中 我也会络促 还会跟我们警察局 络促来追 来跟独头 叫他监视器的途子 一定要加重 这样 人类 paying 并不渐渐渐渐渐渐渐 便会这样 但在cé exact care 我也总觉得我们是在安好 政府 patient 政府都 fixing 政府就急 route 政府就 ... 政府可以快速 刺激也要减加提高 这是针对这个 监视器的报应 以上 好 谢谢议员点到了 所谓还是这个经费的问题 当然如果说 有一些裁员的部分 可以从哪边可以挪过来 能够增加这样子一个 治安的效果 让这个监视剧的 所谓的良率 或者说维修的部分 不会占用到 警方的一些人力部分 让警方的人力 注重在比较是 治安打击的犯罪的这个部分 那不少说科长 对于这两位议员的 这样子一个提议 有没有做一些回应的部分 非常感谢我们 上官议员跟治中议员 对我们监视器经费 跟管理的一个支持 跟监督 那事实上 就像刚刚两位议员讲的 我吐战力这个部分 真的是我们目前 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我刚刚没有报告过 就是没有报告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 22611支里面 超过使用年限的 占了82.76% 都是老机种了 对都是已经超过规定的使用年限的 82.76% 那设备老旧 第二个就像刚刚张理长讲的 揽线的问题 这个是影响我们妥占率最大的一个因素 那跟治中议员报告就是 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妥占率已经到86.25%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还不满意 我们还是会往上追 那怎么做法 就是市长一个很支持 他今年110年 110年给我们的经费 在太旧换薪的部分 比起109年增加了1000万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加速太旧换薪 第二个在维护的部分 他今年的预算比起去年增加了1614万 那刚刚有议员有提到 就是说委外 那事实上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 我们也是委外 但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维运的经验 如果全部给厂商来做 因为监视器是比较专业的东西 我们如果远景通通不了解它的话 可能我们变成说 全部都是听任厂商的 这个东西到底需不需要换 或是因为事实上状况有些是 比方说热档机 那简易固档 你只要从开机就可以了 那我们同仁 如果具备一个简单的知识的话 我们省掉很多的经费 所以刚刚参观议员跟智东议员 提到的我们维修小组的部分 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 事实上这个 我们维修小组每一个分局的部分好 其实只有少数几位 都不会超过五位 那我们做的就是刚刚讲的 简易故障排除 第二个我们很简单的一个修 就不需要太专业的技术的 不需要太专业的技术的 我们自己来修 那这个效益在哪里 就是我跟各位报告 比方说从在104年以前 我们平均修复一支 大概需要2万块 那因为有维修小组的监督之后 很简单的我们自己修 困难了我才请我运厂商去做 那到109年 平均我们修复一支 大概只剩9千块而已 所以这个终于效益在这个地方 当然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我剩下的预算 我今年就是请各分局 先把缆线的部分先换掉 老旧缆线先换掉 这个部分投资率大概 就可以提升到90% 那未来我们积极 再争取经费来做胎旧欢心 这个是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 是 好 谢谢科长说明 另外刚刚理事长有特别提到 关于这个装设的位置的部分 不要说两位议员对于这个如果要 不管是警方之中的 或者说有的里长 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个购置 在放置的这个位置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 特别一些美感 议员这边会介入 做一些了解的部分 来做一些协助 不想说上会议员 对于这个部分 能不能做一个分享 我针对他的争议的问题 应该是在这个项路口 还是重要路口 因为第一 他可以防止帝安 第二 他也可以辅助车祸 发声 了解这个现状的状况 还是一些帝安较坏的地方 应该要减轄更加加强 这样较会关于我们的犯罪率 所以说这个部分 他们警方应该自己会那样 对事故 可能会发生事故 对我们的犯罪 他们警察局应该自己有心理 有一个队 但是我们建议的部分就是说 针对应该比较普及化的 要比较普及化 如果如果比较普及化就对了 有时候要犯罪的人 他看到那种感染去 他的心理会怕 他就比较不容易犯罪 主研犯罪率较会降低 这样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希望能够再做一个真摄 普及化普及化就是 可以增加更多的就对了 当然就是歹徒他自己也会 很仔细的看 也有查研观色 就像刚刚议员讲说 看看哪里有监视器 哪里没有 可能就是变成一个样一个死角 或者说像李长刚刚讲的 这个拍摄的角度 其实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眉眉尖尖 那不想说自动议员 对于这个监视器的数量 甚至装设的位置角度 有没有一些看法 跟一些情形的 其实我也蛮赞同 上会议员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怎么样去 就像提高见颈率 可以来降低犯罪 所以提高监视器的露出率 这个也可以有效来降低犯罪 就是说想要犯罪人 他会有这个压力 但是这个用在刀口上 因为也不可能说 整个高监视器全部都禁视器 还是对着家家户户 形同天眼一样 我想这个在自安的维护 跟所谓的隐私的保护上面 还是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点 所以说把它装在刀口上 我想在各个分局 各个派出所 各个辖区 还有每一个守望相助队 最了解说自己的死角在哪里 就是说 这个如果是要到 还是容易发生事故的入口 还是说在死角的地方 灰色地带 我们就放监视器在那边 我想一定可以发挥到它的功能 我想经费永远是不足 不可能说每一个地方都撞到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鼓励民间可以去捐赠 但是可能要改变那个观念 因为企业愿意捐赠 消防车救护车也关 但是警察车就无关了 这不是说快点警车感觉更差 所以我想说这个观念也许 也可以去做一种沟通 跟这种调整 就是说如果有 这个友善的善心的民间企业 愿意来捐赠监视器 当然监视器 上面可能没法显明 但是用什么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来表扬 来表彰 他们愿意对社会治安维护 来贡献心力 我想这个民间鼓励他来捐赠 或许也是一种途径 是对 其实有没有企业界听到 这个之中议员的呼吁 或者说议员这边也可以 去这个企业里面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呼吁 好 那还除了说这个人力之外 物力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在社区里面 做一些预防犯罪的部分呢 是不是有前存一些教育 等等方面来做一些着手 我想说里长这边 虽然在寻手队的部分 其实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就这个机会教育的部分 可不可以来谈谈这个部分 机会教育 我们寻手队每一次都会 每一年都会定期举办 就是治安座谈会 教导这个寻手队 或者是李明 如何防诈骗 前一阵子把诈骗最多 这个就是要教导他们 防抢防骗 还有家暴的部分 其实这个都有定期在举办 防灾减灾 如何 CPR 这个都是现场 都请了相关单位的专业 来帮我们上课 所以说这个是定期有在做的 OK 好 谢谢里长的分享 那社会员呢 对于这个所谓的预防犯罪 在社区里面的宣导 还有哪些部分可以做一些加强的 宣导方面应该是 因为包括说 也有配合我们理事长 都有在做治安宣导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宣导 因为有时候是一个好一宗 有时候是两个好一宗 有时候是消防队 也配合理事长 做一些消防宣导 还有治安宣导 这些都不错 但是重点就是 一定要人民合作 因为治安如果要好 你一定要人民合作 尤其是我们理事长第一宣导 跟我们这些顺手地 配合我们京风 共同 来维护这个治安 这应该是较好 是 OK 好 那自动议员来分享一下 所谓的这个治安的部分 在社区里面怎么来进行一个教育宣导的部分 我想这个景民合作这样的一个模式 绝对是值得继续来努力来推广 怎么样把这些公的资源 公交的资源 跟民进的力量结合 因为远景不可能说 他有办法去处理到每一种状况 所以更加要来跟我们各个里内的守望相助队 寻守队的这些兄弟姐妹一起来合作 我想这样子才可以有效的发挥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因为守望相助队 他还可以有兼顾救灾的 包括去发现一些家庭暴力 我是说虐待儿童等等这些状况 我想这个都持续要去加强 跟这个地方上的宣导跟教育 那我们也建议警局派出所 可以多去办这种相关的一种座谈也好 跟礼民做一些稿用 平常就在做 我想这个一定能够发挥良好的效果 是 好 那在科长来谈一下 所谓的科里面所推广的这些社区的治安的预防犯罪的部分 可以着重在哪些 非常敬佩我们理长跟两位议员 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方法 那事实上我们针对各类的犯罪手法 我们会去会整 然后分析他的犯罪手法 然后提出研究去怎么样如果去防范 那我们会透过各种活动 包括刚刚理长讲的社区治安做堂会 然后甚至我们会做成图卡 透过我们各项的群组 还有我们的网络 脸书去做宣导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要求我们各分局派手 守望相助队 你情区同仁每个礼拜至少要去跟我们守望相助队联系协调一次 那这个联系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们最近比较常见的一个犯罪发生的一个手法 跟如何去防范提醒给我们的乡亲了解 那透过我们这些守望相助队 这些大哥大姐们究竟在我们社区里面去宣导 其实比起我们警察人员来宣导更有效更能够深入到那个各个角落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来加强 那我们要求情区同仁去联系以外 我们所长也至少每一个月至少要去联系两次 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要求 以上 随时做一个经验的一个交换 在这个巡守的过程当中 或说随时提醒一下附近的民众 你们家们要关好了 或者说钱财不要漏白等等的 不要引起别人有这个犯罪的一个动机 好 那在节目最后 请五位来宾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每个大概30秒好不好 我们请从那个志众议员先 我想这个监视器的部分 怎么样加强它的普及率 然后提高它的妥善率 良率 我想这个就是科技执法 然后我们要紧密合作 各个守望相助队更加来发挥功能 绝对高雄市的治安可以变得更好 是 好 谢谢议员 那接下来里长 希望大家能发挥鸡婆的精神 一有问题马上反应 创造祥和的社区 谢谢 心有一定的话也可以加入寻守队 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寻守一下 好 那社会议员 虽然对我们社区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虽然对配合我们经厚 我相信我们高雄市 每一个港路的治安都会进行更好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在监视器的部分 就是我一开始在强调的 到底要妥善力 要加强 监视器如果多 要犯罪的人 他心里有压力 他看来感激去 他就会压力了 我们高雄市的治安 就一定会好起来 好 谢谢商会议员 那接下来请科长来帮我做结论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本市各守望相助 对我们社区治安的 无私的付出跟奉献 那我要再呼吁我们 在执行协行过程当中 要注意安全 发现可疑的人事物 请你打110 或是通报我们派出所 另外在监视器的部分 我们会积聚来争取经费 或者是各公民营业事业的回馈金 来加速态换 另外也会参考我们像桃园 新北的做法 朝租赁的方向来努力 提升我们的妥善率 跟经费的效益 OK 谢谢科长 那接下来请附座来帮我们做结论 我想治安交通跟卫民服务 是我们警方责乎旁贷的一个责任 那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 我想如何来结合我们的协行民力 比如说疫警 民房 疫刑 志工 以及巡守队等等 共同来为我们维护社区的一个治安 来共进一份心力 减少各类刑案的一个发生 是 好 真的是民力无穷 可以这个治安的部分 可以做些志工或者加入这个巡守队 甚至行有余力在这个捐款的部分 可以帮我们监视器来做增加一个 这个监视器的一个数量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高雄现场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